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非常长时间 那么它和内地之间确实缺乏认同 比如说我们内地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方式 那么在香港很可能是行不通的 这一次的国家安全教育 那么它是全国人大的决定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当中明确规定的 它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香港的教育机构里面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和国民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就在于国家安全教育它是一种底线教育 是说什么样的言行会触犯法律 会触犯国家安全法 但是它并不能够保障这种教育 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会成为爱国者 也就是在法学和伦理学当中 有一组概念叫做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 这个是美国的著名法学家朗弗勒提出来的 他认为这个法律只能确保义务的道德 爱国主义它可能就是一种愿望的道德 每个国家都有这种需要使自己的公民 大多数都成为爱国者 但是这个不是法律能够去确保的事情 那么所以说在有了国家安全教育之后 仍然需要有国民教育 那么这种国民教育就是通过历史 国情等等方面的教育 使港人真正为自己作为中国人 以这样一个身份而感到自豪 但是国民教育在我看来 在香港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因为你要有这样的教育 首先需要有相关的师资 而香港的很多的中小学老师 如果不说是绝大部分的话 那么他其实本人都是不爱国的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反修例运动当中 大家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黑衣人 他其实都是中小学生 那么为什么特别是中学生 那么为什么中学生会去上街呢 是因为他们的整个这个接受的教育 都是中国内地整个的这个制度是不好的 那么他们为了这个确保香港有更好的未来 所以需要上街 如果没有好的未来的话 他们坐在教室里面学习也没有什么用 这个就是老师灌输给他们的思想 所以说要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 那么他意味着可能需要从我们内地来引入师资 特别是在历史方面 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 今年这个香港的会考里面 有一道涉及这个抗日战争的题 这道题他要求学生评价 日本的侵华战争当中有哪些正面的因素 他认为这个任何事情都是有正反两面的 那么他要求学生特观的评价 这个日本占领中国的过程当中做过哪些好事 有很多人认为好的历史教育 就是要向学生呈现出真相 那么全部的真相 但是真正了解历史的人就会知道 因为历史当中的这个事件非常多 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有选择的 那么每个国家都试图在历史教育当中 至少使学生能够对自己的国家 形成一种比较正面的评价 当然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 会认为这叫洗脑 但是实际上只要有教育的地方就有洗脑 完全没有洗脑的教育是绝对不存在的 为什么香港的教师 他会如此的反内地 这和他们自己这个接受的教育又息息相关了 因为香港现有的这个教师当中的主力 都是在这个殖民地时代接受的教育 那么在殖民地时代 这个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教育 他只要提到中国 他的总体评价肯定也是负面的 因为毕竟中国作为一个 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他和整个西方的阵营 他的这个政治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个前苏联解体之后 那么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后经济上还在崛起 这样就更会被这个英美等国 特别是美国视为一个重大的威胁 所以说在殖民地时代接受教育的教师 在自己的这个三观形成的这个阶段 那么他对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政权 他的这个理解就完全是负面的 在过去中国内地相对来说比较穷的时候 他们还可以作为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人 来救援自己的这个穷亲戚 在这个时候他们至少在心理上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优越感 那么随着中国内地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发展 反而使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感到更加受到威胁 如果我们看这个西方主流学术界 对中国崛起这件事情的评价 那么绝大部分都是预测中国经济迟早会崩溃 那么这个发展都是暂时的 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面 那么这个经济是可持续发展 因为他们能够接受的唯一的一种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模式 就是完全以西方为样本 那么香港大多数教师的这个思维方式 其实和美国英国的大多数主流的教师的思维方式 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要在香港进行国民教育 那么他至少在这个教材 在教学方法上应该有一些能够适应香港学生的接受程度的 这样的教材和教学方式 那么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同时呢 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底线的 因为五十年不变不等于五十年不管 那么其实这个回归以后 中央其实对香港事务的介入非常少 以至于比如说在去年的反修例运动中 有很多的建制派人士觉得自己是孤立无援的 包括公务员队伍里面有很多警察 那么他也觉得自己如果在止暴方面 也就是制止这个暴力分子的这个暴力举措方面 如果用力过猛的话 自己其实是有危险的 因为2017年香港有非常著名的七警案 就是有七个警察被判实行 它涉及的事件就是这七位警察在战中结束之后 警察去清场 一个公民党的成员曾建超 他就站在天桥上面向警察清到了一种液体 警察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无法判断这种液体 比如说是不是硫酸 那么所以说就对这个曾建超采取了这个强制手段 就是后来被法院判定是过度使用暴力 但是其实这个曾建超他受的伤可能连轻伤都算不上 那么这在香港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在殖民地时代碰到类似的案件 这个律政司是不会对警察提起检控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的这个接头执法 那么他的这个分寸其实是很难把握的 如果对警察约束过多就意味着纵容暴力 这一点在美国和英国都体现的非常明显 那么美国警察他是在开枪方面是毫不犹豫的 只要这个所谓的暴徒威胁到他的这个安全 那么香港警察可以说是高度克制的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件 后来这七位警察被判了被判刑了 那么这对这个香港警察的士气 可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以至于到了去年的这个反修例运动当中 大家都知道这些黑衣人 这些暴徒是做出了很多的 这个非常暴力的行为 包括把这个反对他们的行为的老人 当街就给点燃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香港警察都不敢过度使用这个暴力 它导致暴力活动是越演越烈 国安法制定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港本地的这个政治派别也发生了分化 比如说包括李住民这样的这个资深的民主派人士都开始和这个暴力派割席 宣称自己从未支持过暴力 也包括像黄之锋 比较年轻的这个激进分子 他把自己的这个组织都解散了 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国安法通过之后 可能香港的未来的发展 它至少港人会明白这个有一个底线 这个政治运动和政治抗争 它是有一个底线的 那么这个底线就是不能突破异国 有了国安法这个底线之后 那么其他的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展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